下批曾是三国时期军事重镇 那神秘的汉代下批古城究竟在哪里呢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解码下批古城第二集 寻找三国古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年7月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组建了一支考古队 前往徐州市衰宁县 寻找消失的下批古城 经过艰难的发掘和寻找 考古队找到了一座古代城市的城墙 根据一系列的证据 他们判定这里是明代下批古城 他们还发现了一座青砖铺就的院落 这里竟然就是古城的衙门 虽然明代下批古城在考古工作中得以重建天日 但考古古专家们更希望能够找到传说中神秘的三国时期的 下批古城 汉初刘邦封韩信为楚王 韩信定都下批 从此下批城迎来了历史的盛迹 由于军事需要 下批城在汉代不断扩建 最终成为了三国时期 城有三重 大成州十二里半的区域重镇 吕布 刘备 曹操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反复争夺拼杀 建安三年 曹操 吕布在下批城决战 吕布兵败被一死于下批 建安四年 刘备大战曹操夺回下批 命令关羽镇守下批 建安五年 曹操亲自礼军击败关羽 关羽被迫在下批投降曹操 一时间下批城下 乱纷纷万马逐鹿 作为军事重镇 下批是三国时期的各路豪杰 争夺争夺的焦点 但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在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 三国下批古城到底在哪里呢 2015年底 明代下批古城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 以马永强为领队的考古队 便开始寻找三国下批古城 虽然根据史书记载 三国下批古城面积远大过明清下批古城 但找寻的难度却要大了许多 因为三国古城历史比较久远 距离现在的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这个东西埋藏的都比较深 至于那些历史传说 只能做一个猜考性的 因为其种确性来很难说 所以说对我们寻找三国古城 难度是比较大的 为了避免漫无目的的寻找 考古队决定采用航空考古的 航空考古 实际上属于遥杆考古的一个分支 就是通过航空的飞行器 在空中对地表进行信息的采集 图像 这个城乡以后 对这个图像进行分析 分析以后来推测 地下埋藏的文物移存 因为这个植被生长 它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养料 但是在这个土壤下面 如果有遗址的话 它会影响到植物根系的一个生长 你想这个植物的根系擦到这个遗址里边 因为遗址它这个里边 它有砖头啊 夯土啊 这些原因 它吸不上来水 这个营养来也受影响 自然它是比较枯黄的 所以说就借助这个特点 我们进行这个航空考古 航空考古范围较广 但是缺乏准确性 需要人工打下洛阳产 进行辅助测量 通过航空考古 与人工测量的共同努力 考古队成功找到了几处遗址 但遗憾的是 这些遗址多为明清时期坍塌的住房 并没有三国下批城的线索 我们考虑啊 这个可能这个三国时期 这个下批城啊 埋得比较深 你想一千多年前了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地下 大概有五六米深左右吧 当时的建筑物 这个遗址遗址啊 或者这个城墙 对这个植位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这个航空考古 找不到这个城址 也属于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吧 航空考古没有得出结果 考古专家们一时束手无策 三国下批城距今一千八百多年 三国时期地层距离地表 有四五米深 没有线索的勘探 很难找到目标 考古队长马永强 在查阅资料后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因为我们推测啊 汉代和这个明清时期的 下批古城啊 即使不在一起 也不会这个距离太远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明清的 下批古城的这个遗址里面 这个发掘当中 就继续向下发掘 看看能不能找到 三国时期的这个古代的城址 或者是地层堆积 考古队很快便开始了 紧锣密鼓的发掘工作 两周后 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个探方中 清理出了一个碑座 这个碑座长宽约一米 上面的刻碑早已布之所终 只剩一个空碑座 碑座所雕刻的神兽叫碑戏 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 古代中国有龙生九子的传说 异系便是龙的第六子 这有没有可能是三国时期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这处碑座的形制和文式 考古队判断 它为明清时期的碑座 清理完碑座 考古队立刻往更深的地层中发掘 但却遭遇到他方世界 因为虽然古坯这个地方 这个地势是比较低派的 它属于这个黄泛区 这个地下水也是不断地往上冒 而且它这个土壤 是这个殖地性很差 在发射中十分容易塌方 所以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塌方 也做了好多好多工作 为了防止发生塌方 考古专家们一面加紧抽水 保持土层干燥 一面将地层的断面 由垂直改成斜向 这个太方的发掘 一般情况下都是 这个四壁都是向下 直的向下挖的 这个四壁都是直的 因为你斜着挖 这个下面会越来越小 这个会影响我们对下面 这个遗迹的一个判断 在孙京这个地方 由于它这个 第一是这个地下水比较高 第二是这个土壤的 这个殖地性比较差 容易塌方 所以说我们才用这个 太方这个壁 稍微带点坡度这样的一个方式 进行发掘 但是尽管已经采取了 众多防塌的措施 但他方还是发生了 我记得那天大概是5月8号 前进来扫有点阴 等我们发掘到这个 大概有四米深的地方吧 我们发现了一间这个桃棚 大概有三分之一那么大 我看到个图啊 快撑不住了 就对下面这个工作人员就讲 赶紧拍照拍照片吧 不然什么都没有了 正好就拍了一张 探方就塌方了 幸运的是 在探方坍塌之前 考古队拍下了一张 土层横断面的照片 更幸运的是 他们还取出了一件 陶盆残器 但在紧接着的 对这件陶盆的考证中 考古队收获甚微 通过这个文室和器星 可以对这个陶器的年代 进行判定 而对这件陶盆来说 因为它这个信息量比较少 我们还不能对它进行 一个实在的一个判定 我们不能对它进行 下这个定论 好不容易出土的陛系碑座 是明代的 陶盆又很难断代 各种尝试都失败了 各种努力都没有结果 陶谷队一时束手无策 专家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距离虽宁下屁股城 二十千米的监要庙村 一处墓葬群的发现 帮了专家们的大忙 2015年 正在虽宁进行 下屁股城考古的马永强 接到了省考古队的电话 他们在离虽宁不远的监要庙村 发现了一处古墓 需要马永强进行发掘工作 马永强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 赶往这个偏僻的村庄 他没有想到 监要庙村的考古 居然对下屁股城的考古工作 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来2015年6月 披州市监要庙村 正在进行一处土地平整的项目 施工的地方将由宅基地变为耕地 在施工过程中 工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处 保存完好的墓葬 本来徐州地区古墓众多 盗墓问题也十分猖獗 但是监要庙村墓葬 却因为在房屋的下方 盗墓贼无法进入 因此保存完好 经过艰苦的考古发掘 监要庙村墓葬群出土了 一共有九座墓葬 是一个大型的墓葬群 考古队根据墓葬的石灰层 和墓葬中出土的青磁剂断定 这处墓葬群属于西晋时期 这个青磁是西晋时期墓葬中 很重要的一种随葬的器类 在墓地里面出土的青磁 好多上面它都有这种扑入纤环 这种装饰 这是在西晋时期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器物特征 也可以作为西晋时期的 这种青磁的一个标准器 所以说我们根据这种 对墓葬群的这种青磁系来判断 这个墓地的时代 应该属于西晋时期 有许多珍贵的磁器与青铜器 还有一些制作精巧的金器和铁器 但是在监要庙村墓地的文物中 有一件不起眼的陶器 却也吸引了马永强的注意 马永强发现 这件陶盆与虽宁夏皮古城遗址中出土的残破的陶盆 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个陶盆啊 无论是从它这个形质 还是大小来说 都是差不多的 并且呢 它们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这个内壁 有这种斜线的这种暗翁 这个应该是这个西晋时期的 比较典型的一种特征 所以说这个夏皮城出土的这个陶盆啊 它的时代应该是在西晋时期 显然在那次他方事件中出土的陶盆来自西晋 而西晋与三国时期极为接近 我们离三国夏皮城越来越近 或者说我们已经找到三国夏皮古城的蛛丝马迹 尽管如此 专家们还是不能确定三国时期夏皮城的具体位置 聊言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为了寻找汉代的夏皮古城 专家们把目标锁定在古堆村的双孤堆墓葬 根据墓葬位置 确定了夏皮古城的大致范围 为了寻找到古城的具体位置 考古堆决定展开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双孤堆墓葬成为了考古专家们的目标 在虽宁古堆村有两座形似古堆的大古墓 两座大墓一东一西 当地人称之为双孤堆 专家们经过勘探 发现居西的大墓直径八十多米 墓高约有二十二米 居东的小墓直径有五十余米 墓高约十五米 专家们认为 能够拥有规模如此大风土的墓葬 只能是汉代的诸侯王 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的惊世 随着流逝 以及农田基本建设取土 现在还有那么大的规模的风土 它是应该说表明了王一级的陵墓 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些东汉的立侯陵墓 它的墓葬的规模 远远要小于这样的体量 考古队还在双孤队墓葬里 发现了大量的黄肠石 可以观察到这个墓葬 它是用黄肠石机构的砖石墓 比如我们土山的东海墓葬王墓 它也是用黄肠石里面 用大砖去启成的墓葬的形式 那么这样我们认为东汉 就是说特别是这个砖石机构的墓葬 凡是带有这个黄肠石机构的 这样的都是这个宗皇这样的领墓 虽然还不知道双孤堆墓葬所葬何人 但是专家们相信 墓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诸侯王一级的险贵 而在夏批城附近出现 说明墓葬主人一定与夏批古城关系密切 2017年底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 齐聚在虽宁 对双孤堆墓葬和夏批古城展开了讨论研究 经过研讨 专家们取得了一致意见 双孤堆墓葬的主人 就是东汉时期夏批国的诸侯王 原来汉帝国为了遏制诸侯王串联谋反 强令各地诸侯王不得私自离开封地 即便他们死了 也必须葬在自己的封地里 而双孤堆这个地方肯定属于夏批国 也就是说只有夏批王才能以如此体力葬在这里 一般警官都要求葬到自己封国里面去 而且在汉代都有这么一个传统 皇帝也好 诸侯王也好 基本上都是就位以后 才第二年就开始迎见自己的陵墓 那么当年诸侯王也是公司博物同志军师 也是去的皇帝那样做 成功寻找到了汉代夏批国夏批王的墓葬 考古队员们对此欣喜万分 如果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 或者是在墓中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很有可能对这个夏批古城的这个寻找 提到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 但考古队发现墓葬里没有什么重要的文物 更没有发现带有文字信息的东西 当时我们派人进去调查 发现这个墓葬里已经基本被盗空了 我们就听当地的老人讲 这个双菇堆这个墓从它们小的时候就有人盗葬 上面有好多好多这个盗洞 双菇堆墓葬风土高大 在平坦的苏北平原上十分引人注目 历时千年 历朝历代都有盗墓贼挖掘亡灵 双菇堆也饱受其害 尽管双菇堆墓葬被盗 但是专家们却判断 汉代时诸侯王的墓葬通常离城池很近 所以大致可以确定汉代时期的下壁古城就在双菇堆墓葬附近 他作为周末这个大致选的藏地 他选在哪个地方 一般距离他都成 不是太远的地方的一个高岗上面 一般都是这样 专家们可以根据双菇堆墓葬来确定汉代下壁城的具体范围 因为三国时期就是东汉末年 一般认为汉代下壁古城也就是三国下壁古城 这也就是说三国时期下壁城的范围终于得到了确认 考古队决定立刻在双菇堆墓葬附近展开勘探 三国下壁古城的建筑材料是夯土 所以考古队相信 只要找到汉代的夯土 古城墙就有指望了 夯土和平常的土壤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造成墙用的 它的密度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 很容易分辨 于是考古队四处走访 寻找那些不一样的土壤 那次我就和当地的一个老年人聊天 我就说你这个周围有没有发现和附近不一样的那种土 它是还真是有一点 因为这个多年以前他们碰到我附近的一条河发大水 还真冲出了一条一块这个土 和周围的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听啊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寻找这个夏皮古城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考古队沿着老人所说的河滩进行勘探 很快专家们在距离地面三米的位置有了发现 我们就发现这个土块是比较细的 和其他地方的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并且从这个开探这个图像来看 它是有明显的夯层的这种现象 这应该就是夯土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看到了希望 考古队立刻开挖探方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发掘 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墙终于被清理出来 经过专家们测量 这座城墙残高5.5米 顶宽16米 底宽32米 专家们在城墙中发现了一些桃片 这些桃片经过检验 与其他汉木中出土的桃器基本吻合 我们发现了好多桃片 其实就有一些灰桃罐的口颜 底 浮片这些东西 特别还有一些铜瓦和板瓦 这些瓦片表面都有神纹 这些东西都是具有看待的典型的特征 所以说根据这些纹饰 还是根据这些绣的气形 我们就判断这些桃片的时代 大概在这个汉代 据此专家们认定 发现的夯土城墙就是汉代古城 也就是传说中的三国古城 与三国演绎小人书上不同 三国石下皮古城找不到一块城砖 而是一处完全由夯土所制作的城墙 下节看点 汉代下皮古城面积十分惊人 但专家们惊讶地发现 下皮城的城墙竟然是无形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三国下皮古城的规模十分惊人 三国下皮古城的规模十分惊人 东西巷约一千五百米 南北巷约一千三百五十米 相当于二百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比明星时下皮城的规模大四倍 在三国时期的城池中 鹤立鸡群不愧为军事重镇 在对三国下皮城城墙展开进一步发掘时 专家们惊讶地发现 下皮城东面城墙和城脚都不是平直的 而是弧形 汉代的一些军城 县城 包括长安城 都城 它都是讲究这个比方方正正 随代的这个都城 它都是讲究这个方正的 为什么各路英豪征战的地方 三国下皮古城的城墙会是弧形呢 那方正但是它的一个都城的话 它地理团境对它有限制 你像这个方正好这个地方有一条水 然后这里有个山 你不可能那么方 所以说很多城市实际上是因治之一的 根据当时的山川形式来做的 最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像南京 福祉龙盘 它的那个城市它并不是一个方形的城市 南京城墙依山傍水而建 下皮古城也会是根据山川条件建造的吗 但专家们查遍各种古籍 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于是专家们决定从实物入手 专家们首先想到了下皮城溪的巨山 但是巨山与下皮城相距竖离 显然下皮城的轮廓和巨山没有关系 考古上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城墙下方的土层中 考古队员并未发现有大规模延时存在的痕迹 在历史上传承千年的下皮古城 为何消失不见 这座古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 解码下皮古城第三集 消失之谜 至此专家们相信 应该是附近的河流影响了下皮古城的建造 历史上下皮城曾是河流密布的地区 有许多大河流经此地 那这个下皮古城它设置上这个地方呢 它是依四水和依水汇河的地方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是有大水的 依水和依水都是从这个从北向南流的 对吧 从从北向南流的 那个最终流到淮河里面去 尽管这里曾经有很多河流 但今天却早已不复存在 那么这个城市是依水而建的吗 考古队通过实际的勘察 也取得了支持的证据 我们在走访当地聪明的时候 就听他们讲 在这个古城的外围 有一条这个黑色的土层带 应该就是这个河流的淤泥 所以我根据这些来分析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一条古河道 考古队员们将古河道的位置 与城墙的位置勾勒出来 发现这条河道曾经很有可能 流经夏批古城的城墙 专家们由此得出答案 这条古河道应该就是夏批古城的护城河 他们推测 正是因为夏批城沿着这条蜿蜒的河流建造 夏批城的城墙才会成弧形 我们推测在这个三国时期 这条河流可能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 在当时建造这个夏批古城的时候 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为了节约成本 就把这个夏批古城建在这个河边 所以说这条河可能是夏批古城的护城河 三国夏批古城一世千年 幸运的是 考古学家们在考古工作中 找寻到了这座灰红的城池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才刚刚向我们展示它的魅力 在它身上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揭秘 在历史上传承千年的夏批古城 为什么在后世却消失不见 再也找不到踪迹 在这座古城身上 到底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打圆史有没有 建筑 име越密欣gers 缩智国际 美麒幸福 福忽 is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